最後其實我是有加一個叫columnsa.autofit 這個的話其實加不加主要取決 就是說你將來這個資料 它這個會不會因為藍寬的關係 可能會藍寬不足 像這個有沒有 緊字號對不對 如果假設因為你加了斜線之後 讓它造成藍寬不足的話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把它拉寬 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個緊字號 你不要慌張 因為之前的同學蠻多看到 老師這怎麼請稍一堆 很簡單你把它拉寬 問題就解決了 那當然你要拉多寬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讓它自動調整 自動調整有點像是 這邊這一條線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調整 在最適合的寬度 所以最適合的寬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這個底下 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叫做columnsa.autofit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邊加一個columns columns 這個叫藍物件 哪一藍你跟他講一下 你在A藍的地方呢 幫我自動調整一下 自動的話就auto 調整就fit 這樣就ok了 它就會幫你自動調整 所以你把它修正完 自動調整 ok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老師這個資料 每次我都要用手動下載 有點麻煩 因為我們這個每次都要點它一下 然後下載 那有沒有一個方法就是我不需要每次點它就自動下載 有耶它有提供一個網址 所以在VBA裡面 Israel裡面有一個 爬蟲 他可以直接給他網址 然後跟他講說編碼方式 編碼方式如果是 BIG5的話 那你給他編碼方式 可能要 寄一個數字叫950 所以 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 講義裡面 雲端講義裡面 第2頁的地方 有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就是爬蟲的範本 那因為呢在那個VBA裡面有一個物件 叫cretables 其實這個可以把那個網路上面的那個csb幫我抓下來 那所以待會請各位 抓一個這個啦 就是這一段程式 在那個匯率下載 有沒有sub匯率下載 到andsub這個部分 把它Ctrl C 那請你貼到剛剛的那個Excel的VBA裡面 就把它貼到底下 貼上 貼到這邊 但是這個裡面可能還有需要 請各位 再做一些 地方 第一個的話就是 跟他講網址 網址要放哪裡 記得放在test的分號後面 就這裡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跟他講說 我的網址 有沒有 在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這個檢視資料 這邊有個資料下載網址 請你把這一串 文字 複製一下 貼到我們的程式的這個位置 哪裡呢 有沒有看到 test 分號 後面這裡 記得 不要貼錯位置 不要貼到外面 不要貼到裡面 記得分號的後面 貼上 不過可能要檢查一下 前面不能有什麼任何空白 或者不需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網址的話就被貼到 分號後面 記得尾巴一定是 不能說紅色字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他編碼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會跟你講說 Big 5 那基本上目前 開放資料 大概就兩種 一種的話就Big 5 如果是Big 5的話 你可能要轉換一下他的編碼 就是950 OK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那如果我說呢 他出現是另外一種叫 UTF8的話 如果UTF8可能要記另外一組數字 叫65001 OK 有兩組 兩組 OK 那所以呢這個地方就950 好我們就輸入了 輸入完之後的話呢完成了 所以 第一個請你把範本貼過來 就是匯率下載 第二的話就是把網址貼上 然後給編碼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執行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那他 我按F8 F8主行 第一個 這一行是把舊資料清空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資料 下載的話是這一行 Refresh 有沒有發現 他自動就會幫我把 從網路上呢 直接把剛剛的那個 檔案裡面的資料就全部下載了 然後下載到哪 下載到12月的13號 那只是說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地方 還沒做 哪個地方 日期修正 所以喔 最後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寫 修正日期嗎 那你乾脆怎麼樣 這個把它執行完之後 再來就執行這邊修正日期 有沒有他就修正了 不過你想想說老師那為什麼要執行兩次 可不可以執行這個 執行完之後 順便就修正日期 可以啊 那怎麼順便修正 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底下 呼叫他就可以了 把這個sup名稱放到這裡來 然後前面加一個call call的話就是再呼叫 上面的那個sup OK call修正日期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跑一下 所以剛剛 變成要跑兩次 現在就跑一次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先清掉就資料 然後再到那個網址裡面 幫我把資料下載下來 有沒有 下載完之後 直接再去修正日期 所以這邊就自動修正 所以執行完 有沒有就OK了 那也就是說啦 將來你只需要做一個按鈕 叫做匯率下載 他就可以把資料呢 重新幫你下載新的 你就不用每一次 都還要再到那個網站去下載 然後重新再修正日期 所以最後的話請你在這邊 再插入一個按鈕 W這邊好了 插入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呢 叫做 匯率下載 有沒有這個匯率下載 然後把這邊加上去 匯率下載 他會先清掉 然後再重新下載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假設隔天 你就直接按一下 資料就下載 然後幫你 這個 日期也都修正了 那修正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你可以畫圖了 比如說畫美元 折現圖 人民幣折現圖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的匯率下載 把它完成 記得喔 這個資料的話 我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範本的第二頁 就這一段 貼的話只要貼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的網址 一個是這個地方是950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大家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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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